這就是我來講 話說最近有單新聞就聚焦在馬路波 一個只有2000個人住的巴西亞馬遜雨林的布洛 由於布洛的地理位置偏遠 所謂村民都是以石器時代的生活模式 即是透過打獵、捕魚和霧龍是自吸自足的 只不過在幾個月前 這個布洛就一瞬間跳了去資訊時代 為什麼呢? 因為SpaceX將他們的網絡服務Starlink 好像渣渣兴那樣拉裂戰犬那樣拉了進去馬魯伯 來拉裂戰犬 嘩 簡直就是為這群村民打開了奇妙世界的大門 打機聽歌 看波 聊WhatsApp 樣樣齊 但那群長老就很頭痕 為什麼?因為那群勞力士不再付出勞力 原本他們每天都出去打獵種菜摘水果 現在都是去打獵種菜摘水果 不過就在電話中那些開心農場之類做 最誇張也令最多男士沉迷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看紳士片 還要是光明正大地看 而這件事就令我想起 小弟我小時候第一次看紳士片 正正就是透過Foxy下載得來的 不過我原本並不是想主動看的 而是被迫的 為什麼被迫?轉頭再解釋 其實在同期同類型的軟件都有很多 為什麼唯獨是Foxy的知名度特別高呢? 而他又為什麼特別早就收檔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Foxy是在2006年由台版公司推出的一個P2P軟件 相比起其他同類型的軟件 他已經算是遲推出 不過就更早收檔 在2011年已經停運 所以可以說他是來得快又走得快 由於Foxy只有正看中文 沒有其他軟件 所以主要都是港澳台的朋友仔有用 只要裝了他 電影、音樂、圖片、遊戲、電子書 以及更多其他軟件 任何類型的檔案都可以下載 真的可以說是網絡世界的百寶袋 因為是P2P共享的關係 用戶是可以透過Foxy 直接跟其他人進行檔案傳輸 只要你想要的東西 其他有裝Foxy的人都有的話 你就可以不用等對方找他 直接就可以下載 現在網絡通訊發達 根本就不需要下載 不過00年代的網絡仍然發展 所以網絡連線速度慢 不穩定的情況就很常見 有時只看圖都可能要拌成分鐘 如果下載一個大小小的檔案 隨時要等足幾天 而P2P的共享技術 是可以將一個檔案分成很多段 如果你下載的檔案 有越多的人擁有的話 就可以在同一時間傳送更多分段 所以可以大大增加下載速度 所以除了遊戲或軟件之外 很多影視娛樂 大家都會習慣先下載到手機上 就算網絡不穩定 甚至斷網 都可以隨時來線享用 不過斷電就... 幫你不到了 除非你有裝UPS 那為什麼這麼多P2P軟件不選 是要選Foxy呢? 首先Foxy的用法很簡單 介面也很簡潔 他的訴求就是上班 而我們的訴求 都是看影片聽歌 一打開Foxy 就是一個大大的搜尋欄 清楚、異明 相比起其他P2P的軟件 只是看到他的複雜的介面 都已經令很多人卻步了 再加上軟件的語言 就只有中文 對一些本身母語是中文的人 英文本身不好的人 以及不是很熟悉電腦的人 就更加傾向選擇Foxy 雖然原本有部分用家 已經懂得用其他P2P軟件 但人呢 其實就跟天地萬物一樣 都是會盡量消耗最少最少的能量 從而達至最穩定的狀態 呃...講白點就是懶 相比起其他P2P軟件 例如Beat comment要另外找seed 而email要找server 來連線可以進行下載的情況下 Foxy就顯得很方便快捷 他就像現在的搜尋器一樣 輸入關鍵字 就可以搜尋到相關檔案 既然想要的東西 都同樣地可以下載到的話 大眾就自必然會傾向選擇 最方便快捷的途徑來獲取 而至於Foxy 有一點是其他P2P軟件都望塵莫及 也是只有他才有這麼有趣 這麼驚喜的特色 其實Foxy的真身 是整股專家來的 你以為是那樣東西 其實他並不是那樣東西 Foxy 也是 你看到那個檔名 是不可以完全盡信的 你以為是Microsoft Office 其實他是遊戲 你以為他是遊戲 其實他是客人的鬼片 你以為是動畫的大結果 其實他是鹹片 你以為他是鹹片 其實他是電視廣告 你以為是音樂MV 其實他真的是音樂MV 不過是地下版的 所以你在Foxy 基本上你想到的東西可以找到 你想不到的都可以找到 所以檔案就好像 像是雪丁格的貓一樣 你一天不打開 一天都不知道裡面是怎樣的 所以當時小弟我 就跟大部分用過Foxy的朋友一樣 都是被迫啟蒙的 我還記得當時是想找回 數碼暴龍1的大結局來看 檔案就寫著 《數碼暴龍》第55集大結局 誰知道打開裡面 哇!金譜真是 魚怪魔我 馬上變大過 裡面的內容真是刺激 刺激1995 後來才知道 《數碼暴龍1》其實只有54集而已 但是 水能再周 亦能復周 這麼大量 這麼強大的分享功能背後 也都隱藏著大量的強大問題 由於Foxy 不需要特定的通訊協定 就可以自主下載 而分享者 也不需要另作媒介 就可以把自己的檔案被動地直接分享出去 所以它會佔用很多電腦的記憶體和網絡資源 尤其是電腦分享給Foxy的東西越多 就會越常收到外界的download request 部機用起來就會越疾 上網的速度也會越慢 再加上Foxy本身也有招攬和投放大量的廣告 所以它並不是非謀利軟件 印象中它的廣告都轉得蠻密的 相比起其他P2P軟件 例如Beats Comet有Seat做媒介 需要分享者主動提供 其他人才可以下載 Nutella就有顯示清晰的來源和傳輸的限制設定 而Email就有評分系統 這些都可以讓用戶有效地分辨到來源的可靠性 和平衡到用家的電腦效能 而Foxy就完全對檔案傳輸沒有任何限制 所以所引來的資訊安全問題就特別嚴重 而且更誇張的是 為什麼大家這麼容易可以在Foxy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呢? 原因就是Foxy的預設分享設定 是將你整部電腦裡面的所有東西都分享出去 如果你裝的時候沒有設定好分享的範圍 你電腦裡面的所有東西 特別東西也好 重要資料也好 就隨時被人搜尋到 然後被人下載出去就會外洩 在這方面 阿希哥應該體會心不心 當其他P2P軟件都為資訊安全作把關的時候 Foxy就一如以往 無視用家的資訊安全性 結果 雖然部機仍然在用家裡 不過很多Foxy用家的電腦裡面的東西 就形同當年阿希哥的部機一樣 赤裸裸地公諸於世 聽到這裡 相信大家都明白 打開Foxy下載下來的動畫 為什麼會變成鹹片呢? 因為以前的家用電腦 很可能不止一個人用 甚至一部電腦全家人一起分享 用都不奇怪 為免被家人發現了什麼不見得光的東西 就會把檔名改到正正常常地掩人耳目 無論下載者有心還是無意都好 都隨時會找到一些本來沒有想要的檔案 一旦發現在Foxy下載了一些名不符實的東西的時候 年輕的我們可能會覺得 好玩呀 驚喜年年 但較為年長的一輩 就會視之為危險的存在 很可能因為經歷了這件事 而將Foxy刪除 所以Foxy可以說是P2P界的外資病毒 外資病毒自身不會令你身體有事 不過就會令你身體失去免疫力 令你的身體非常虛弱 不斷以嗨到傷風感冒都會隨時無命那隻 而Foxy也是一樣 他自身並沒有任何病毒 不過他就完全沒有對通訊進行加密 沒有限制對檔案的分享 更加沒有提供檔案的來源 向其他用戶大愛無私地分享自己電腦的檔案 拿呀拿呀 今餐我請 所以Foxy就被大量不法分子體重兼利用 作為散播病毒的主要途徑 為甚麼呀 反正你也查不到是哪裡來的 吹嗎 去到07年打後 Foxy已經充斥著大量私人和機密檔案 檔案隨時已經附有惡意病毒 甚至它本身就是一個木馬病毒 然後當時那些人想著 啊 裝個防毒軟件來殺毒 誰知道防毒軟件本身就是一個病毒 然後你的機器就沒有延後了 發現的時候已經哭到無謂了 而最後 Foxy因為多次被控告洩漏政府機密檔案 侵犯影音著作權等多項原因 所以公司的負責人就被台灣法院判囚和罰款 而在2011年的10月 Foxy就發出正式的終止服務聲明 建議使用者安裝指定的防毒軟件 來抑制或者清除Foxy 雖然官方的Foxy已經是有名無實 但其後仍然有不少人繼續使用坊間所分享的破解版 所以有人表示 蛤 甚麼Foxy現在還用到的 如果你現在還在用Foxy 其實已經是在用破解版 不過非官方的Foxy 本身有沒有病毒已經是一個問題 所以勇者們 沒裝過的還是不要裝了 分享是美得 可以有一個途徑很方便地把有趣的實用東西分享 的確是可以令很多人受惠 不過所有東西都應該要取其平衡 不可以只是方便下載者 任何軟件開發者 本來就有責任為用家的權益把關 以及保障用家的安全性 而不是為了吸引更多用戶去用 吸引更多廣告的投放 而將用戶的檔案中門大開 成為中港台最大的竊物軟件 繼而付出沉重的代價 實在是樂極生悲 不過都很感激Foxy曾經為當年年 連少無知的我帶來很多美好的回憶 幸好當年我還小 電腦沒什麼重要個人資料 否則 我想我所有的私隱 可能已經在網絡上流傳 都不出奇了 到最後想問問大家 有沒有用過什麼P2P軟件 用過Foxy的你 也有什麼難忘的經歷 想分享也歡迎留言 又或者投稿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多些資訊的安全 看清楚來源 別亂傳 再見 我當時下載了 到現在還有保持著用的一個實用小工具 就是這個BPM Counter 接著節奏來拍打 他就會為你計算Tempo 不是這個Tempo 是節奏的速度 用法雖然有點原始 不過我拿來計算BPM真的好方便 幫我拿來計算BPM